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张军 张老师 美国攻打叙利亚了 而且是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进行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事实上习近平在美国的时候 川普是有告诉他攻打叙利亚的行为 那么习近平当下就表示出了他理解 可是这个跟中国过去历年来 在联合国里面一直挺叙利亚的态度 又背道而驰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中国这次在美国 真的打叙利亚的态度上有点耐人寻味呢 对 你刚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的表态 我现在在中文的媒体里面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媒体里面 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表态 您刚才提到的表态主要还是在美国的媒体里面看到 所以究竟中国在美国袭击 空袭叙利亚的问题上的官方立场 那么现在看起来暂时还没有特别明确 我想可能也需要在习近平主席 又大概回中国以后的未来一段时间会形成 那么现在看起来 就是川普的这次的空袭 至少在美国国内 以及在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当中 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我觉得这个给川普在将近100天的新政当中 他充满着挑战失败挫折 比如说这个奥巴马卡尔 比如说靖木令 比如说他的这个内阁 包括他核心团队的这些人事的变动等等 那么包括跟这个叫俄国门呢 等等这些事件吧 这个好像是受到了 基本上是有两党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好评 包括美国的盟友也是一样 因为确实呢 就是这个目前就是上一次叙利亚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 叙利亚发生了这个核 这个不是核武叫化武的这个攻击 包括很多的这个young babies 那么都这个这个死亡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那么当然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国家 都会一致的谴责是叙利亚的这个 阿萨德的政府军所为 这一次的59枚的巡弋导弹 那么基本上也全部是打向了那个空军基地 那么据说呢 那个空军基地当时起飞的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 正是carry这些chemical weapon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以俄国叙利亚 包括伊朗在内 他们认为这个不是叙利亚这个政府所为 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呀 还需要更多的去调查 那当然叙利亚政府 当然也是说这个跟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当时呢叙利亚是使用了所谓的这个化学武器 那么奥巴马政府呢 是给他画了一个红线 所以你如果要使用 那我们就要坚决打你 但是呢最后呢 这个红线跨越了 化学武器使用了 但是呢 奥巴马政府并没有采取军事的行动 同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一个妥协 这个妥协就是由俄国出面 把叙利亚的所有的化学武器运到了俄国 然后由俄国来进行封存 也就是从俄国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是执行了这个化武的协议 那么叙利亚的政府军是没有化学武器的 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需要调查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官方立场 那么基本上是这个就是第一强烈的反对 这个使用化学武器 但是呢同时希望各方对话 能够解决叙利亚目前的这个乱象 因为毕竟叙利亚这个乱象 当然这个讲起来历史就比较长 还是在可能要十年以前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那么导致了中东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动荡 那么发生了很多动荡 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就改变了 比如说像埃及 比如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但是呢在叙利亚发生 因为这个阿拉伯之春所发生的这个事件 他的这个革命呢变成了一个加生范式的革命 这加生范式革命就是他没有推翻这个政府 这个所谓的阿萨德政府 我想这个阿萨德大家情况可能对他多少了解 是老阿萨德过世 那么做了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所谓的专制者过世 本来跟这个巴萨尔阿萨德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次车祸当中去世了 所以呢他紧急的被把他从英国调回来 他那时候在英国做医生 把他调回来 然后呢就把他推上了这个权力的巅峰 那么在他当时回去的时候 他的一些举动一些举措 那么西方世界认为说这个人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者 但随着阿拉伯之春啊等等后来的一些 我刚才讲的一个加生范式的革命 导致叙利亚陷入到了一个一场内战 那么曾几何时呢 就阿萨德所率领的政府 差一点就要被推翻 但是因为后来发生了 比如说像ISIS等等 其他的一些事件以后 那么西方世界就是对于阿萨德政府 本身的这个压力就减少了 那么同时呢反对派的力量 那他们还要对付阿萨德 同时还要跟ISIS 你知道反对派 现在就是叙利亚的反阿萨德的政权 这个政权的这些各派的武装 他们之间也是互相打来打去 所以现在就变成在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东北部的地区 那么有伊拉克的这个问题 有土耳其的问题 有叙利亚政府军的问题 还有叙利亚的叛军各方面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地方 因此很多人虽然包括像这次民主党 今天的这个前希拉里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叫Tim King 他也出来讲话了 他说我们当然针对川普的这个 有限制的军事行动 我们都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呼吁 就是这个川普政权 那么未来对叙利亚的政策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川普的这个国务卿 川普本人跟川普 现在驻联合国的大使 叫Nicky Haley 这个印度裔的美国人 他们三个人讲出来的话 其实是不一样的 至少这个川普在叙利亚 使用话武之前 他发过二十多个推特 是指就是劝奥巴马政府 不要去对叙利亚动 但是他说话武改变了 他的这个这个态度 那么Tillerson 就是蒂勒森国务卿 在他刚上任的不久的时候 他说这个叙利亚问题的解决 美国也许不会把阿萨德 离开这个叙利亚 作为一个priority 当然后来又发生了这个话武 那么现在呢 Tillerson跟Nicky Haley 在很多的场合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 美国依然希望就是 这个叙利亚问题 能够得到政治解决 但是看起来 阿萨德不应该是 政治解决的这个原因之一 也就是讲白了 就是未来的叙利亚的一个 团结的统一的叙利亚 假设这个能实现 跟阿萨德是没有关系 讲白了就是阿萨德 必须要 要么是离开 反正这个事情 跟阿萨德就没关系 这个又恢复到了 原来的奥巴马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对 不管这个民主党 或是说共和党 不管他们是赞成反对 川普这次打叙利亚 川普都已经打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心的是 打了叙利亚 59枚导弹飞过去 是很容易 然后也打了 可是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纽约社论 他今天其实实质上 他就有讲 他就说 这个再打了这个叙利亚之后 美国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就有很多人觉得说 今天就像张老师您刚刚讲了 叙利亚它本身 本这个博土上面 就有很复杂 错综复杂的 大概上百只不同的武装力量 是而且他也分迅尼派 然后很多这个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在里 然后群雄割据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你不是投了59枚飞弹 导弹之后 你就拍拍虚骨走人了 接下来你要怎么算 所以现在纽约时报的收入 他们有讲到说 在这个没有法律 欠缺正当性 合法性的这个发动战争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要收尾是非常的难的 您同意纽约时报的看法吗 我想肯定至少有一点 就是川普肯定不会同意 纽约时报的看法 他们当然以前有意还行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成了冤家了 这个川普所做的一切事情 纽约时报都是不同意的 我是觉得就是我也 这个Tim Cain今天上午 在这个一个重要的节目里面 星期天的节目里面 他就讲到 他说这个虽然现在目前两党 现在看起来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评论 在不同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Sunday Show里面都提到 就是至少川普和他的团队 这一次handle叙利亚的话舞的问题 那么以前大家都批评说 川普乱搞啊 这个前后前言不达后言 但是至少这一次 大家觉得他handle的 还是非常的 第一是有效 第二是专业 第三 基本上还是得到了共识 但是现在很多的民主党人 就像我刚才讲 Tim Cain讲到的 就是这个川普 如果这是一次性的惩罚性行为 仅仅是有限的应对于这个叙利亚使用话舞的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认为说这个是可以得到支持 那么就是将来如果说是否意味着川普要大规模的派兵 要进入到叙利亚 等于美国要直接卷入到叙利亚的战争 现在的内战的状况 那这个在美国其实是 包括在西方世界里面 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分歧的 那么其实目前我认为 美国人民恐怕要要求美国的子弟兵直接卷入叙利亚 大家似乎都没有这个胃口 因此呢 这个就像你讲的 59枚巡航导弹打完以后 那么剩下究竟应该是怎么样做 那么这个其实还要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几个国家是一定跑不掉的 第一叙利亚政府军是一定要在里面 这里面很矛盾的是什么 就是ISIS一方面是美国的最大的敌人 但是呢 奇怪的就是叙利亚的政府军也在跟ISIS作战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讲过 就是你的敌人的敌人 似乎就是应该是你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变得就是至少在打击ISIS的部分 美国跟叙利亚的政府军是有一定的一致的地方的 那么同时呢 俄国在前一段时间 由于这个当然有人很多人批评 这是奥巴马政府的失策 那么随着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 那么俄国实际上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要么是把自己的空军部队调进去 要么现在自己还有很多的陆军部队 现在基本上如果不是俄国的军队进入到叙利亚的战场 那么现在叙利亚的政府军恐怕就没有这么样的强势 那当然叙利亚一直还始终得到了他的这个邻居的好朋友 也就是伊朗的这样一个大力的支持 同时呢 这个ISIS呢 他在那个三角地带 他又要牵涉到库尔德人 又要牵涉到土耳其人 还要牵涉到这个伊拉克人 所以这个地方坦率说 如果是用军事行动能够解决 那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现在就是因为解决不了 因此究竟未来这个叙利亚能否有和平 那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某一个国家能够step up 就是来扮演这个领导性的角色 那么从川普在他上台之前的20多个推特 你看出来 他是不愿意让美国继续 他已经说了他不是世界的总统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 是否能够激发他说 好像虽然我不是世界总统 但是美国毕竟是世界的领袖 美国还有一个道德的leadership的问题需要play 那么现在你也知道 在叙利亚这个内战发生到现在 大概一般的估计有40万到50万的人上升 其中有很多就是我们画面里看到的 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那么所以这个民主党人 包括像Tim K 他也出来批评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了图像 那么以后是不是这个图像里面说 只要有小朋友被杀害 那这个我们就应该打 图像里面看不到的我们就不打 还是说这个四五十万人的上升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绝大部分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 不是被化学武器给打死的 绝大部分是被常规武器 或者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残忍的那种统式炸弹 什么叫统式炸弹 就一个普通的大铁桶里面装了一大堆这个利器 然后呢就是加上爆炸物扔到这个平民区里面 这个炸出来的人真是炸的平民人养麻烦 就叫barrel bomb 等等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把化武的 也许从此以后这个叙利亚可能真的不敢使用化武了 任何人不敢了知道这个厉害了 但是每天这个常规武器继续的在 这个让很多的平民丧生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俄国美国叙利亚伊朗 包括像中国这样联合国的主要的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如果他们不能在同一个page上去谈这个乐曲的话 那这个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次性的 大家没问题 我觉得看到这个化学武器小baby这个被炸死 那大家都是非常同情的 但是这个长期的解决 他需要一个political的solut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 川普是喜欢这个快餐式的成功 要么行要么就不行 我觉得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从长远来看 叙利亚问题 他需要一个long term的这个solution 其实不只是川普喜欢快餐式的成功 很多美国民众或者是美国媒体 他们也喜欢快餐式的成功 怎么说呢 在这次这个川普决定打叙利亚的时候呢 事实上很多你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的媒体 像CNN 还有很多当地的 就是每个州的这些当地的报纸 他们都欢呼雀跃 觉得说终于美国总统 我们这个美国总统保卫真的是有人做了 而且他们也对川普也是占预有加 觉得说川普是上任以来到现在 他们觉得真的是能够代表我代表美国的美国总统 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讲的是一场战争 而且战争是非常冷酷无情的 可是为什么美国媒体自由派的媒体 还有美国民众对川普攻打叙利亚的决定 是如此地站在他那边 而且还有就是民主党的人也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川普这个行动会迎来一面倒的支持呢 原因我想有多方面的 因为这个确实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些 这个非常非常按照川普的话 是叫beautiful young babies were killed 那么这个对任何人来说肯定都不能忍受的 同时呢大家这个一致这个同意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五十九枚的飞弹发出去 那么确实看到了川普的precedential的一面 或者是说看到了commander-in-chief的这样一面 就是就这个事情就是论事来说 包括像很多著名的评论员 像比尔克里斯托 像佛里斯·卡里尔 他们都说至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川普的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confidently 或者是说competently 就是说是满足了一个 大家对commander-in-chief和president这样的一种期待 但是长期的term究竟应该是怎么做 那这个就在我看来就是比较麻烦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民主党人说 虽然我们支持你的一次性行动单数长远来说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commit 美国更大规模的military intervention的话 那你必须要seek congressional的approval 那么这个部分你知道 一牵扯到如果说要寻找国会的支持 或者是批准的话 那这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这个党争 所以我那天在一个这个节目里面提到 我说这个川普到Morra Lago 到佛罗里达去见习近平主席 一个当然是为了避寒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避邪 为什么避邪就是华盛顿 如果在那里见这个邪气太重 他根本就不可能谈成任何 那么多的党政那么多的媒体盯着这川普 国会的人天天要给他施加各种压力 他自己内部有那么多的冲突 所以去到这个佛罗里达 除了避寒以外避邪也很重要 否则的话就不能达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就包括像中国的媒体和美国媒体 所说的达到的一些基本的共识 和建立了比较良好的这个个人的关系 对而且这次这个川普决定打叙利亚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几位这个民主党的议员 他们是坚持他们的立场 就是说他们觉得川普的这个行为 其实是非常的违法的 那包括加州的这个议员刘云平 他就特别在他推特上面讲说 你作为我们的总统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打他 为什么打叙利亚 然后你也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 你就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他说他没有办到现在目前为止 他还是需要川普出来跟我们讲 他为什么做这个行为 但当然川普他是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就是说因为他看到这个小baby被杀 然后他很难过 可是Come on 张老师 你作为这个强国的领导 你能够这么emotional吗 Congressman 刘云平 Ted Lu也是我好朋友 我很尊重他在各方面发表的各种看法 但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会跟他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最大部分看法就是我也其实比较同意 目前的主流的这个看法 两党的主流 就认为川普不论他其他的事情做的怎么样 但至少在这一个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当中 我认为他和他的团队做的是比较好的 首先就是我想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画面都不能 就是美国作为一个moral authority跟leader 他不能完全没有表示 尽管我刚才也讲过 这个过去叙利亚的40万50万人的这个被打死 这个平民 绝大部分不是因为化学武器 而是因为这个常规的武器 包括我刚才讲的统式炸弹等等的 但是毕竟这个事情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 他不能让他accountable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作为美国一个道德的领袖 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有限的东西 这个有限的东西 你看从川普在之前的保密的状态 他去这个马尔拉古之前 在飞机上跟这个媒体讲 说我这个something need to happen 因为这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为 然后之前你看他在跟习主席 这个在6号见面之前 他的这个核心的团队 国家安全团队在一起开会 川普在那边这个眉头紧皱 然后呢大家这个包括像这个 现在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这个McMaster等等这些人吧 那么给他的建议 然后呢在吃饭快到晚 这个跟习近平主席在吃饭快要结束之前 那么这个他告诉了这个习近平主席说 他要发动这个这个袭击 完了以后这个晚宴以后 那么他自己又开了一个个人的这个记者会 向美国人民表示这场这个军事行动 向美国人民说明了这场军事行动 我觉得任何一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如果是有限的反应 我觉得是可以体谅的 当然我更我肯定不希望就是美国人 所以今天有评论人讲到 难道以后这个川普的标准是只要在画面上看到 有小卑鄙被杀了那就应该采取军事行动 那我想这个当然未免我们太太这个 要么是牵强要么都过于苛刻 我们也知道这肯定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很多的人是说呢 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如果美国不能表现出来一个强有力的一面 那么未来的这个叙利亚的局面将更加的失控 这个化学武器大规模杀身性武器 如果在那个对不断的对平民使用 不论是谁 究竟是政府军什么这个争议 但不论是谁呢 这都是不能忍受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他做了这件事情 它实际上起到一键塑雕的作用 毫无疑问直接反映的是对阿萨德政权 同时呢阿萨德政权 它之所以存在是对俄国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第三一个 现在那些继续讲川普跟俄国有联络的 那你也知道川普这次就导弹 几乎要打到俄军的这个基地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要有一些平息 同时呢对俄国 马上Tillerson这一周要去俄国 我相信这个谈判的筹码可能也会好一点 更不用说就是当时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 就在马尔拉国访问 那么你也知道今天的时候 美国宣布呢 他这个卡尔文森号的这个航母战斗群 已经开向了这个朝鲜的这个附近的海域 那么我觉得他确实这一次的这个59枚 他仅仅这个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叙利亚 那我觉得恐怕我们想的还稍微简单一点 我相信他这是一个一键塑雕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就是他目前的这个国家安全团队 是competent 是比较有能力的 那你说这些都他自己能想到吗 我觉得不是 但是他目前的比如说像这个 Mac Master这个国家安全事务这个顾问 现在的MEDIS的国防部长 因为做这些事情 59枚这个巡航导弹打出去 每一个都要命中目标 之前都要做非常详细的情报的收集 每一个都要computer把他托管 还要经典的 做到最少的减少的平均伤害 以及最大限制的打击伤害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